在萊比瑞亚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医生 昨天晚上康复出院了 成为实验性药物ZZMAP 首位治愈的伊波拉病患 而台湾也准备派出两名医师前往疫区来协助 在记者会上 亚特兰大埃莫里大学医院表示 经过严谨的治疗过程和全面检查 布兰特利已经完全康复 布兰特利本月接受了实验性药物ZMAP治疗 和他一起从利比利亚返回美国就医的怀特博尔 也使用了同一药物并已恢复健康 不过同样使用ZMAP进行治疗的西班牙牧师帕哈雷斯 却在一周前不治身亡 新唐人记者周期综合报道 资博尔特迟 彅黄七七八三十三 山警官 线域